2023年的突年春晚终于在万众期待中 于昨晚拉开了帷幕 不出意外 无论是歌舞类还是语言类节目 都是一如既往的精彩 作为全球华人大年三十 晚上的必备年夜饭 春晚这道大餐 是一年比一年更有滋味 令人回味无穷 笑忠带泪 但今年的春晚 唯一令人遗憾的就是 我等了一年的那句包饺子 始终没听见 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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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饺子 包饺子 也许是我看漏了 这也是本节春晚给我留下的一点小遗憾 当然 这点遗憾完全可以用高质量的节目内容来弥补 比如小品初见照相馆 这个小品讲述了两对夫妻在拍结婚照时引发的故事 对婚姻生活充满向往的一对年轻小夫妻在拍照过程中 卷入到了一对补拍结婚照的年长夫妻的争吵中 其中的戏剧冲突就是 年长夫妻处于婚姻磨合期 新鲜感丧失 每天被琐事困扰 年轻小夫妻在照相馆不经意的秀完爱 引出了年长夫妻平日里的矛盾 于是两人展开了长达五分钟左右的争吵 通过年轻小夫妻高智商高情商的暗中撮合 年长夫妻和好如初 对婚姻重拾信心 最后大家开开心心包饺子 最后 大家开开心心拍照片 从此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好 这个小品令人耳目一新 其中年长夫妻吵架长达五分钟的戏剧冲突 不仅创下春晚小品记录 还开创了国内喜剧小品的先河 就是在喜剧小品的戏剧冲突中 果断摒弃了用搞笑包袱 来穿插冲突过程的传统喜剧手法 而是用极为生活化的语言对话 来撑起整个冲突 是典型的后现代现实主义 严肃喜剧小品的表现手法 平铺直竖 突发冲突 映射主题 删情结尾 接大欢喜是后现代现实主义严肃喜剧小品的五大要素 这种流派的创始人 是著名的严肃喜剧大师 蔡斯徐朵夫 昆廷斯基 这里肯定有网友要问了 五大要素 平铺直竖 突发冲突 删情结尾 接大欢喜 我都看懂了 但这个映射主题到底是个啥主题 小品的主题就告诉年轻人五个字 你该有个价 这个主题也升华了作品 它代表了全社会对未婚男青年的关爱 老婆孩子热炕头 吃着饺子 救着酒 赚钱养家有笨头 所以趁年轻不成家还等什么 当然又会有人说了 我也想成家啊 但没钱怎么成家 其实赚钱的方法早就有人告诉大家了 这个私家车 你得可以拉活 解决这个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问题 我认为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 还比如说 你把那个 这个自己闲置的房子租出去 这也是 获得收入的一种方式 你想破脑袋 都没想到这么简单的办法吧 所以要多听专家的 而且小品里的年轻小夫妻 就是如此操作的 男主不是说了吗 马上提越野车 家里还有大房子 你看 他用房子出租赚的钱结了婚 还准备买车 继续出去拉活 这种奋斗精神 难道不值得年轻人学习吗 所以 我愿把照相馆这个小品 称之为伟大之作 他不仅深切理解到 当下年轻人想要拥有一个家的诉求 还敏锐洞察到 大家之所以 成不了家的关键问题所在 然后慷慨无私地给出了 解决问题的方案 就是把家里闲置的房和车租出去 真可谓是用心良苦